在苏州昆山2022 斯瓦江南夜向昆山活动 向市民和游客发出 上夜景、品味食、够好物的邀请 共同体验斯瓦江南的昆式夜生活 在启动仪式上 昆山市商业联合会揭牌成立 一区两点两线夜经济集聚区 重要在体进行推介 将打造大鱼湾商业街 水上夜市等一批网红打卡点 持续提升我们夜周当的网红打卡点 也做好了各大的一个消费上面的一个保障 让游客朋友的话呢 享受水箱、星空下的一个浪漫夜市 让游客来周章的话呢 玩得开心、够得舒心、满意而归 在大鱼湾的商业街区内 我们植入了一个昆曲的艺术空间 让老百姓可以近距离地感受昆曲文化 大鱼湾的音乐喷泉已经正式回归 是全球最大的整体升降式的音乐平台 那其中我们特别定制了一个 八分钟的昆曲水幕 把昆曲的前世今生通过喷泉进行一个演绎 不仅那个盘活的经济 也让年轻人多了一些休闲的地方 喜欢安静的游客 也可以选择去到河边的书巴 品名夜读别有一番韻味 如果说古街区夜市是相对静态 这样古镇的另一边的红豆山庄的夜场活动 可以说是非常热闹 夜场压组的烟花秀 还将全场气氛带到最高点 透过举办丰富的夜间文女活动 在暑假以来 红豆山庄周末平均每天接待的游客近五千人 景区民宿的入住率也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首先当然是我们自身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特质 考虑到我们当代年轻人的一个需求 我们古里镇对这两个地方进行有机的整体串联 打造我们整个古里的文女板块的一个定位 通过我们活动来带动人气 从而来促进我们整个消费信心的一个提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